尤其是河南松山龙门这边 整个纸面上的实力提升得要更好一些 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正式拉开战幕 这是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 二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 海口赛区 长春亚太对阵河南松山龙门队的比赛 靠上 这球挑传 想要打穿对方中路的防线难度太大了 往中间改 弹龙领过来 这球直接打到门前 舒尼奇和石小天 这个球呢 打得不太默契 这是石小天这个赛季的第一场首发 和自己身前的后防线 现在看有一些瑕疵 门前又是一片乱战 石小天再次把球挡出 裁判这个时候想上了 这段时间呢 长春亚太利用连续的角球的机会 其实制造了很大的威胁 低利一米提 还是直接挑传内波 弹龙到了进区里 横向往门前送 杨帅直接倒地的防守 封住了对方横传的这个路线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位置提的还是相对的比较靠前 横向往中间转 中一号这球在中路一直是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最后孙杰犯规了 庞子昌 张宇峰下场 塞尔吉尼奥上 在中场撤下了一个后腰 带上了一个进攻组织者 看着球 看着他老腿可以去到那儿 老腿可以去到那儿 他都看着去到那儿 老腿看着球老腿 长春球 这球到了卡兰加的脚下 卡兰加这个平球啊 距离自己的身体稍稍的远了一些 没有办法再形成 接下来连带的射门 对方的防守球员追的也比较紧 安德罗夫 安德罗夫抢前一波 这个球往中间改 有机会呀 这球没有能够形成大门 实际上刚才这是安德罗夫自己拼出来的机会 安德罗夫身材不高 但是速度很快 重心低 这球就突然插到对方后卫身前 拿到了球 卡兰加打猛 左方这会儿有点拉开阵势了 两边在短时间内各制造了一次 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卡兰加这是抓反击 来看啊 投球一停 然后顺势抢在奥克雷回防之前 直接起脚打门 这一轮先不连败 能拿到一分 稳定住局面 这个对于长车亚太队来说 也是可以接受 河南松山龙门呢 虽然没有把连胜的脚步继续下去 但是连续两场比赛 零风这个赛季依然保持不败 也还是在这种赛程很艰难的一个情况下 保持了一个持续向好的势头 主裁办这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呢 在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这场比赛当中 长车亚太和河南松山龙门 最终是以0比0的比分握手言和 这场比赛的直播 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